你 记者有去找你吗 王主任怎么说 会影响你毕业留校吗 队里开明着呢 而且王主任他们 都很信任你 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呢 我都急死了 现在怎么说了 他们也得真的看个发布会 帮你学校人区吧 妈 对呀 这个时间你怎么能接电话了 你不是应该在训练吗 妈 她又不是请你训练了 妈 妈 那我那呢 你能不能现在别给我打电话 你能不能现在别给我打电话 我一会打给你 我一会打给你 我爸知道这件事了 他给我打电话 我们有一个想法 不过还是要 听一下你的音乐 你不会又要跟我分手吧 不行 我不同意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质问题 不是因为我们两个谈恋爱 是因为 瞧你的傻样 不分手 我是想让你去国外训练 趁你现在还年轻 我们去见见顶级的田径赛场 但是 我们不练全能了 我们转回跳高 你去在自己不喜欢的项目上 被别人指指点点 还不如 回到我 回到跳高的赛场上再拼一把 我当初让你练全能 也不想让你放弃跳高的 我当初让你练全能 也不想让你放弃跳高的 这大半年 你的身体机能 和整体的肌肉素质 都提升得很快 锦标赛不是也跳了两米二了吗 好 真是个爱哭吧 没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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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无法代替 一个微笑一天专寂 你猜给我吧 好 好 一篇圈尽有你确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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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以为的海边唯美大片 实际上 OK的 晨晨 我们再保一个 其实 其实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见见顶级的田径赛场 但是 我们不练权能了 我们转回跳高 你是在自己不喜欢的项目上 被别人指指点点 还不如 回到跳高的赛场上再拼一把 我当初让你练权能 也不想让你放弃跳高的 这大半年 你的身体机能 和整体的肌肉素质 都提升得很快 锦标赛鼓也跳了两米二了吧 恨是均力敌 我一直想着你 没什么道理 没什么道理 却无法代替一个微笑 一天专寂 才有吧 好 好